大家好,这里是全媒听美国台,我是娜姐 过去的这几天,英国的皇室登上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头条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首先是1月8号,英国的王子哈利王子 他和他的妻子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声明 这个声明说呢,他们要打算退出王室 他们要放弃王室资深成员的身份 他们说他们要打算这个逐渐的实现财务的独立 也就是说他们要自力更生了 他们要寻求这个经济的独立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这个温莎皇家近200年来 他们统治英国200年哈 第一次有这个皇室成员呢,主动要退出 这是一个大新闻 上次我就说了,这个2020啊 是一定是会有很多大新闻 你看一开年这个大新闻是不断 所以朋友们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呢,每一件大事都不会错过 那么紧接下来大概是前天吧 这个有一个媒体叫Daily Mail的 他又有一个报道 他就是说呀,这个梅根呢 他在被问到为什么他不回到加州去定居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说呢 是要到加拿大 加拿大去定居 加拿大和英国往来定居 但是呢,人们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呢 那你这个你是出生在这个加州的呀 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居住呢 他居然说 他说我会的 我会回到加州去居住 但是呢,要等到这个川普下台 也就是说,川普在台上呢 我就不回去 我要等到川普下台了 那我就有可能要回到加州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 又是引来这个左媒呀 左派的这个叫好声一片 太好了 但是呢,同时引来这个右派的这个怒骂呀 那右派们就说呢 你不回来是最好的 你不回来就为美国做贡献了 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 之后 就是13号啊 那女王呢 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这个声明里 大概就是说 他支持哈里夫妇的这个决定 理解他们的意愿 而且呢 就是说 会尽快的商讨出来一个解决的方案 就是你要退出皇家呢 也不是说你说一句 退出就退出了哈 因为接下来呢 还要看说 那你接下来 你要怎么生活啊 你要皇家保留什么样的资产 或者是说 这个你的这个安全问题呀 这个费用啊 要怎么出 还是要保护你 还是不用保护你啊 很多的问题 接下来 就是要来 这个商讨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来妥善的 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么其实呢 是 女王说呢 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 一个过渡 但据说 女王呢 是希望72小时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 给他们解决清楚 就是说把这个方案能拿出来 双方能同意的方案能拿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呢 讲一讲这个哈里王子啊 他是谁啊 这个哈里王子 其实大家我相信 都知道了 好 简单讲两句 那哈里王子呢 是女王的孙子 也是这个 查尔斯王子和已故的 戴安娜王妃的二儿子 他呢 在王位继承人的这个排序里面呢 他是排第六名 排序第六 就是 不是很近啊 他在结婚的时候呢 王室呢 是给了他这个皇家的头衔 苏塞克斯公爵 那他的夫人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梅根呢 是苏克萨斯公爵夫人 那么有关这个哈里王子呢 以前呢 是有一些传闻啊 说他呢 不是这个查尔斯王子的亲生儿子 是这个戴安娜王妃呢 当时是就是跟查尔斯的这个婚姻很不幸福 那他就移情别恋呢 喜欢上了一个 嗯 就是叫他骑马的 这个 应该说驯马师 但是 皇室呢 就不予任何的回应啊 也就这个 这样的一个八卦呢 也就过去了 那我们要重点讲一下呢 就是这个哈里王子 这个梅根 哈里王子的这个公爵夫人 她呢 是 她是谁 那么梅根呢 她是出生在 在美国的加州 出生在一个很普通 甚至有人说是平民窟这样的地方哈 她的父亲是一个白人 她的母亲呢 是一个黑人 而且呢 她是 她父母呢 也是在她比较小的时候呢 就已经离异了 所以说她的这个童年呢 应该也是比较辛苦吧 嗯 那么她呢 之后是 啊 这个到好莱坞去发展 嗯 可以说是一个好莱坞的演员吧 但是呢 在她跟这个王子订婚之前呢 呃 很少有人听说过她 知道她的人是很少的 反正我是从来有没有听说过她 啊 她可以说是三线演员 或者是人家说是十二线演员哈 就是没有什么重要的角色 就在一个电视剧里面啊 还算是有一个比较像样一点的角色啊 啊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的 这样的一个演员 那她呢 之前还结过一次婚啊 她结过一次婚 呃 离异的 嗯 而且 有些报道说她是还有一个孩子 但是有些报道说她没有 那还有就是说她还拍过裸照啊 因为她在这个刚开始当演员的这个阶段呢 是很难拿到角色的 所以呢 她还拍过裸照 就在这个梅根跟哈里王子传出来这个订婚之后啊 那么这个整个英国社会可以说都大为震惊啊 因为这个英国王室啊 是她是有已经将近有两百年的传统了 啊 她是有非常严格的啊 非常啊 多的这个规矩啊 这个严格的制度啊 啊 有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 那么是从来都没有说啊 有一个这个混血的 黑白混血的 嗯 这个女子可以嫁到皇室 那以前的话 那连就是说 那这是不可能想象的 必须啊 皇室要娶的是贵族啊 皇族才可以 那后来呢 就说 好嘛 就是不不需要一定是贵族了哈 或者是皇亲啊 啊 这个因为他们英国呢 这个皇亲都是 就是就是这一拨人 她就近血缘太近了哈 生下的小孩不优良啊 品种不优良 那所以呢 她是后来就说 你像戴安娜的话呢 她也不是 她也是贵族 但她不是很 不是那种皇亲哈 所以呢 也可以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像这种混血的 还有就是离过婚的 甚至于是有过小孩的 嗯 还有就是 还这个拍过裸照的 这样的一个女子 嫁进皇室 这在以前是完全完全 不可想象的啊 那么 而且呢 就是这个梅根纳 而且她是个演员啊 那 她呢 嗯 据说是她 在这个 结婚之前呢 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呢 就给哈里王子写了信 写了信就是来 告诉她 这个梅根是一个多么的 这个糟糕的一个人啊 多么自私啊 多么会耍手段啊 啊 多么这个 不是个好东西啊 啊 总之就是说 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 就跟那个 皇室讲啊 就是梅根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你要是 娶了她呢 你就不得安生了 啊 看来呢 这个她这个哥哥还说的 还真的是不错 啊 自从这个 这个梅根之后呢 啊 这个皇室真的也是不得安宁 因为呀你要知道 这个啊 所有的这个公众人物 特别是皇家哈 嗯 都是大众的焦点嘛 那媒体呀 就是会死死的盯着你啊 就是看你有一丁点的事情哈 都会来报导啊 调侃啊 然后来就是八卦你哈 那其实这些呢 是 并不是一个很 很 很奇特的事情哈 都是这样子 像这个凯特王妃她也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 梅根呢 就是觉得 这就是 啊 这就是 种族歧视啊 种族歧视 而且据说啊 她跟这个凯特王妃争风吃醋啊 就是好像要一笔高下呀 觉得 嗯 对自己不好啊 那凯特王妃就在皇家受到更多的宠爱呀 总之就是 啊 这个 就是不断啊 这些 嗯 各种的抱怨哈 各种的 嗯 不和呀 这个不高兴啊 总之可以这样说吧 啊 这个 梅根进了 皇室 就英国皇室呢 啊 确实给皇室带来了 啊 巨大的困扰 啊 然后也是 可以说是非常 啊 丢面子 那么现在更绝了 现在呢 又出了这件 这件是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 而且呢 就被爆出来就说什么呢 他们在发表这个声明啊 啊 之前呢 根本就没有跟皇室的其他的成员 任何成员 他的哥哥也好 他的父亲也好 啊 他的奶奶也好 也就是说女王他也没有打招呼 也没有提前是问一问 或者是说啊 商量一下说你看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啊 都没有 就突然他们两个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就做了这样的声明 可以说呢 啊 这个他是对啊 女王也好 对皇室 英国皇室也好 这是极大极大的不尊重啊 极大的不尊重 大怕是家里的 你就别说是皇室了 你就是自己家啊 你普通人家啊 你要是说要出去分家 过日子了 你要 或者你要搬走了 或者怎么样 你也要好歹的要跟你的父母 先讲一下 商量一下 对不对 啊 既然你就这样子 直接出去啊 就这样做 发表一个声明 所以呢 很多人认为 这都是这个梅根挑唆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 这个哈利王子啊 是这个宠妻狂魔了 就是梅根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嗯 如果他自己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说 是就这样子 就就要离开 离开皇室 但是呢 啊 因为梅根要离开 那他呢 也就是会 啊 招呼都不打 啊 就要离开啊 那有人就说呢 是梅根呢 把这个哈利给拐走了 啊 彻底拐走了 那就是 所谓我们说的这个 娶了媳妇 忘了娘了啊 就家也不管了 也不要了 然后就是要跟着这个媳妇 媳妇说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啊 很多人呢 是在骂这个梅根啊 那其实大家要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哈利王子他们啊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这个退出这个王室呢啊 是他们是看淡名利了吗 是这个啊 明利为粪土了吗啊 就是皇室啊 王子也不当了吗啊 那其实这几天呢 电视上天天都在讲 很多东西都挖出来了啊 其实呢 这个哈利他们呢 退出王室 主要他就是说 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梅根 他说 不适应 不喜欢 太约束 太多的这个困扰 这个而且好像觉得没有被宠爱 啊 没有离这个王位也太远了啊 没有被被得到应有的 期望的所期待的宠爱吧 那然后这个媒体对他们也是 种族歧视 对他不好啊 所以呢 啊 他是打算不打算啊 成为再继续做这个皇室成员啊 啊 那么是他们看淡名利了吗 这就是要出去过苦日子了吗 还是怎么样 那绝对不是 那绝对不是啊 其实呢 啊 他们所放弃的呢 其实他现在说啊 我要打算要 什么财政独立了啊 啊 我要 其实他所放弃的呢 也就是一年是200万英镑的 这个 啊 就是零花钱吧 算是哈 这笔钱呢 是英国纳税人给的 那么英国纳税人呢 每年给皇室呢 是8千多万英镑啊 啊 啊 那么啊 这个哈利王子呢 啊 他呢 是能够从这当中呢 得到200多万英镑的 算是零花钱吧 私人用度啊 那他其实他现在呢 啊 啊 要放弃的 也就是这200多万 其他的他应该是 还不想放弃 也就是说他父亲 每一年呢 他父亲从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投资啊 他有这个产业什么的 啊 那他这个每一年呢 都有净收入嘛 啊 那就是会给哈利王子一部分钱 啊 那还有呢 哈利王子呢 是这个有 有他母亲给赠予的遗产啊 什么的 这个哈利王子是身家呢 有3000多万英镑 啊 这个梅根呢 是大概有400万英镑的身家 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啊 那他其实就是放弃掉这个200万英镑的 每年的这个个人用度 啊 但是呢 他可以怎样呢 啊 他一旦放弃这个 他就可以啊 啊 就是放开膀子了 他现在呢 也就是想用放弃这200万 来获得自由 啊 获得自由 然后呢 可以出去赚大钱 啊 可以出去赚大钱 他可不是真的是想要 啊 过清贫的日子啊 啊 他是要打算要 啊 赚大钱的 像这个梅根 有些人说她是灰姑娘 但是呢 这个相当的另外一部分人呢 就是说她是一个心肌女 啊 她呢 在这跟王子 啊 恋爱 结婚之后 啊 这个 这个知名度大增 然后他们又是动不动就出来作秀啊 然后反 好像是那种反传统的啊 啊 那种先锋啊 啊 啊 这个 啊 跟皇室对抗的那种 啊 那那种 特立独行的一对 左派夫妻吧 变成是哈 啊 所以呢 就是 深受左派们的 啊 这个追捧 前阵子呢 居然说呢 他们是 啊 为了 啊 这个 防止全球变暖 啊 说是人口太多了嘛 从他们做起 啊 那个他们要少生小孩 最多呢 说不会超过两个 也就是说 要做这个带头的作用 但是 这些愚蠢的左派啊 他也不看一看 你是可以少生 但是人家 那个中东来的穆斯林 是一个都 一个男人 就是十个到二十个孩子 你少生这一个有什么用啊 对吧 你少生这一个只是 会让人家更快的 啊 把你的国家啊 拿走啊 所以呢 但是啊 这个白左门喜欢嘛 对吧 白左门喜欢啊 太好了 太了不起了 啊 这个你看 以生作则 不生孩子 就生最多 就生俩 啊 榜样啊 榜样 你像这个哈利王子 以前也都是 没有多少人 关注他的哈 啊 自从是这个 取了这个 黑白混血的老婆之后 打破这个 皇家传统之后 哇 简直成了这个 呃 左派们的 那 饱了啊 这个追捧的对象了 那他们俩呢 是 现在是在这个 社交媒体上 是非常的活跃的 啊 啊 他们在instagram上面呢 有一个账号 叫就是叫做 啊 苏赛斯皇家啊 啊 苏赛斯royal 啊 这个账号啊 啊 上面呢 已经是西粉 超过千万了 啊 这个西粉超过千万 那么他们呢 也这两年 已经是在这个 嗯 注册了啊 这个上百个啊 产品的商标啊 就打算 就已经你看看 已经打算好了啊 要做生意了 什么睡衣啊 什么 嗯 一些食品啊 一些什么 就是要用这个 苏赛斯皇家啊 来啊 命名 然后要 打算要卖他们的产品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脱离皇室 因为如果是啊 这个在皇室之内呢 有很多的规矩啊 那对他们的这些行为 都有限制 你像不可能去让他去做演员吧 啊 你要是皇室成员 你不可能再出去做演员 但是据说他现在 已经打算跟这个 叫迪斯尼啊 有要签一个合同 打算要是先做这种 就是配音演员啊 那接下来要去回去演戏 那脱离了之后 回去演戏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就算不演戏的话呢 嗯 他们这个已经是吸粉上千万了 卖他们的产品啊 然后是到各处去演讲啊 什么接受采访啊 这都可以赚钱啊 这可以说是这个啊 这个一旦脱离皇室的话呢 还可以把这个皇室秘文啊 好好的卖一卖啊 对吧 人们所希望得到的 听到的 知道的 了解的内部 皇室内部的消息啊 内部的一些绯闻啊 之类的哈 这都可以赚钱 那然后呢 他们也还可以再搞一搞什么 支持一下女权运动啊 什么这个 支持一下环保事业啊 什么总之 哎 这样子不就够了吗 对吧 你看我们虽然脱离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做环保啊 继续这个反对种族歧视啊 对啊 所以说 这个他们又给自己 这个 树碑立赚啊 又可以大大的赚钱 那么这个账呢 是算的是很好的哈 那但是呢 那有些人就说 那这不是很好吗 这不是很好吗 但当然这个是不好的 对皇室啊 是威胁很大的 那么这个就像这个 首先你没有提前 呃告知女王 而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 就让人感觉到 你看 连你这女王已经是控制不住 连自己的家庭都控制不住了哈 好像这个自己家庭都不把这个王室当回事了 那你怎么让英国人把王室当回事呢 对吧 那么 这是200 将近200年哈 第一个就是主动的退出的 主动退出王室的 那你像以前呢 这个皇室呢 标准也是非常高的 你像皇室它本身呢 它就代表了英国 英国王室呢 它是英国的象征啊 它是这个英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传统道德礼仪的这种代表 对吧 那你本身娶了这样的老婆呀 这样的所谓的王妃呀 那就已经是给这个王室已经是搞的灰头土脸了哈 那么现在呢 又是就这么样子 就是说 我不想干了 我不想当了 我不在乎你了 我要走了 我退出了 我放弃了 这样的 这对王室是一个很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丢面子的 可以说是对王室的一个背叛 也是对女王的背叛 让别人轻视王室啊 因为觉得说你看你是王室成员 你居然就这样子都不在乎 就完全就好像觉得像扔掉一双旧鞋子一样的 就这样把王室扔掉就就离开了啊 就这么轻易的做了一个决定 就这样子生命了哈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你逃避了你的责任啊 作为英国这个王室呢 你出生你是王子啊 对吧 你是王子 你是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啊 你在皇室中长大 你就有与生俱来的责任 英国王室呢 是有很多责任的 英国呢 它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那现在呢 特别是现在的话呢 这个女王的这个 实权是越来越小了哈 那但他仍然他是这个这个国家 英国的一个代表 他也是这个民族团结的一个纽带 也是国家统一的一个象征啊 人们还是爱戴王室啊 大部分 就是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是爱戴王室的哈 他仍然就是这个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王 这个基督教护教者 他有很多的头衔 有很多的责任 那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呢 这个女王是已经是92岁了 去年是92岁 她都参加过200 将近300个这个 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慈善活动啊 公益活动啊 这个公共事务活动啊 还有就是外交活动啊 对你像这个外交活动非常的重要 就比方说川普总统去到英国访问 那么如果女王可以出来啊 见面啊 来接待 那就显得是非常的隆重 你这个客人的这个身份呢 马上就提升了 而且就是显示出英国对你的尊重 对吧 所以说女王的这个这个身价在这里 就是说女王一出马呢 你客人的这个身份 马上就被抬高了 就是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客人 客人自己也会非常高兴 那么皇室呢 他是有很多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些责任 那皇室成员呢 都有他相应的这些责任啊 但是呢 你像这个哈里王子呢 就打算就就不愿意承担这些责任了 这是非常的糟糕的 那么哈里王子和梅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就正好呢 给了这个一直呼吁废除君主制的这些人 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 他们就会说 你看这个王室啊 这是一个旧时代的一个东西了 旧时代的产物啊 这个很成就了 我们不现在不需要了已经 现在都是这个共和制的国家 这个民主共和制啊 现在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花这么多钱来养着这个王室呢 每一年要给他们花这么多钱养着他们 没有用了已经 而且呢 他们就说呀 这个哈里王子这个离开王室啊 已经就说明了 说明了这个英国的王室已经没落了 已经没用了 没有必要存在了 其实这个呼吁废除君主制的这个呼声呢 就以前就一直都有 而且是 就是去年的时候 都有一个法案 就是要打算要废除君主制 所以说你像哈里王子这样子做呢 真的是在女王身上捅刀子呀 女王现在都九十多岁了 你就不能等几年吗 哪怕你真的是就要想离开 你也不要急这么就这么急嘛 你看他刚结婚才不到两年呢 对吧 你这么急干什么 要去赚钱啊 要这么急吗 对 这简直就是在女王身上捅刀子呀 嗯 太不地道了啊 这样做事太不地道了 九十多岁的女王真的是要承受这样子的背叛呢 啊 真的是非常的啊 真的是 我都心疼女王了 而且呢 你像他们这个 他们说的是要离开王室 但是他们呢 希望保持他们的爵位 保持他们的爵位 也就是说他们还要用这个爵位出去赚钱呢 就像他们现在所这个干嘛的这些 注册的这些商标呢 都是用他们这个爵位来注册的啊 所以呢 他们啊 又不想承担责任啊 又想要利用皇室来啊 这个名头 这个头衔来赚钱啊 这越看是越不地道啊 这两个人越看越不地道 英国王室呢 本来是啊 是很保守的啊 可是呢 你看现在呢 就是这两个人来了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英国王室也毁了啊 这个可以说左派到哪啊 他们就把哪都毁了 咱们都听说过的这个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个故事哈 就是这个英国王室的故事 就是当年呢 这个爱德华巴士啊 她呢是 喜欢上了一个 也是一个美国女的 辛普森夫人 那她想要娶辛普森夫人 那英国王室就说呢 不行 她呢是结过婚的女人啊 是不能够娶她 来做这个王 王妃也好 或者是未来的王后也好啊 她没有资格做 那到后来呢 这个爱德华巴士呢 就是放弃了 就是放弃了江山 就是王位也不要了 然后呢 就是跟这个辛普森夫人就结婚了 但是呢 当时呢 是英国王室 把她可以说是 开除出去了 还不让她住在英国 还把 让她搬到法国去 让她搬到法国去 而且 让她跟 英国王室啊 不能说任何有关 英国王室的事情啊 彻底的 隔离掉了 对 所以说当年是这样子的啊 英国的王室呢 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 可是现在呢 这个标准是一降再降 再降再降再降 那真的是就会威胁到王室了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很平民化 你这个标准连普通家庭的标准啊 都还不到 你普通的家庭啊 一个啊 这个如果说说一个啊 很好的家庭啊 也不愿意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孩子啊 去跟啊 一个已婚啊 又是有小孩 又还拍过裸照啊 这样的一个啊 女子结婚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啊 这个大家传统啊 这个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啊 这些条件哈啊 居然皇室都接受了 那你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标准已经啊 太低太低了哈 那很多这种啊 保守的英国人呢 啊 就不再会喜欢皇室了 所以说呀 这个梅根呢 还可能啊 他是这个皇室 英国皇室的掘墓人呢 他可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这个灰姑娘 而是这个英国皇室的掘墓人啊 有可能 那好的啊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啊 请大家继续订阅转发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